我昨天视频里面谈到了美国的超储蓄的问题 因为疫情期间财政大放水 美国居民积累了2.1万亿美金的超储蓄 所以美国疫情以后居民有钱消费 消费强劲经济数据也就不错了 当时我粉丝去朋友就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国的居民不也是在疫情期间 有超额的存款大增吗 这个去年是净增加了18万亿的人民币的存款 超额储蓄不比美国差 那为什么我们疫情恢复了 今年的经济却不太好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美国这边桥水基金的创始人Ray Daniel是有解释过的 因为美国疫情放水 绝大部分的钱是直接流向了私营部门 也就是私企和居民这边了 所以说美国的2.1万亿的超储蓄 是因为居民收入的增加高于他们的消费的开销引起的 他们拿着这些钱继续花 自然消费和经济都不错了 但是我国疫情期间也是在大放水 但是放水的钱大部分是流向了公共部门 也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这些 还有很多大家知道就是被抗议的这些支出给消耗掉了 这份招商的言报也说得很清楚 我国的超额储蓄的形成是因为大家收入是在跌 消费的支出也在跌 但是消费支出跌的比收入跌的是要多的 所以说就形成了超额储蓄 简单的来说 美国的超额储蓄是震出来的 是扩张性的 我们是省出来的收缩型的经济行为 这点在今年我国的通胀 CPI和PPI的数据里面变得很明显 所以说自然我们这边经济的恢复就会弱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大力鼓励和刺激消费的原因 我们下期见